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目前,生成是人工智慧、大语言模型等需求爆发 吸引包括大型云服务从业者CSP 主要伺服器品牌商加入AI伺服器军备竞赛 并将重点放在采用HBM高频宽记忆体晶片的 高阶AI伺服器 研究机构Digitimes表示 由于封装HBM所需的CoOS产能不足 因此,2023年高阶AI伺服器需求与供给将有35%以上的落差 但预估全球高阶AI伺服器今年的出货量仍将增加5倍 达到17.2万台 研究机构表示 预计2023年 全球主要云从业者与品牌的高阶AI伺服器出货量将有8成以上集中于前5大从业者 其中,微软直接通过代工厂生产的高阶AI伺服器出货将排名第一 谷歌长期投入生成是AI并自研TPU晶片掌握关键技术 同样通过代工厂采购伺服器将排名第二 近期积极布局开源大语言模型的Meta 出货量将位居第三 机构分析师指出 高阶AI伺服器采用的加速器晶片种类方面 预计2023年 汇达AGX GPU系列将占比接近8成 其他主要为PCIe版的NVIDIA A100系列 极少量的NVIDIA GH200与AMD、英特尔的高阶GPU 预计音叶达与美商CT Systems分别为L6与L10-L12制造的最大赢家 此外 广达积极布局L10-L12也将显著受益 AMD Instinct MI300系列AI加速晶片即将于2023年12月正式发售 其效能可以抗衡辉达最先进的产品 但是 有封装厂商表示 除了台积电 没有哪家公司能在一年内掌握先进的封装技术 因此 台积电的CoOS封装产能将决定 LMD MI300系列的前景 而通过台积电CoOS的产能数据 也可以估算出全球AI晶片实际的需求量 与此同时 台湾工研院产客国记所估计 今年全球晶圆代工产值将减少12%至1248.15亿美元 台积电市占率将达55% 稳居龙头宝座 在全球晶圆代工产值方面 市调机构Digitimes研究中心估计 今年全球晶圆代工业营收 恐将减少13.8%至1215亿美元 2024年营收渴望回升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也预估晶圆代工产业 由年减7%至9%下修至年减14%至16% 对于半导体景气何时触底反弹 魏哲家表示 看到一些早期复苏迹象在PC与手机上出现 不过是否触底 可说非常接近 但目前仍很难说是否会强劲复苏 因为客户仍在谨慎管理库存 此外 中国市场需求也仍疲弱 客户下单区保守 库存调整延续到第三季度 10月底 台湾工业院产科国技所产业分析师 黄慧修在研讨会上表示 随着客户库存修正结束 需求逐渐恢复正常 且300米制程开始大举贡献业绩 2024年 台湾晶圆代工产值 渴望回升至2.82兆元新台币 增加14.7% 根据供应链消息 台积电已宣布其CoOS产能 将在2024年翻一番 并在2025年继续增长 据了解 辉达已经占据其40%的产能 而AMD正全力争取台积电的产能 因为MI300系列晶片 预计将在2024年一季度全面投产 微软是其最大的客户 AMD Instinct MI300系列 晶片包含MI300 AAPU 以及MI300X纯GPU加速器 混合5奈米及6奈米制程小晶片 MI300A内含1400亿个电晶体 具有24颗Zen4CPU核心 以及CDNA3架构 GPU核心 搭载128G HBM3共享缓存 而MI300X内含1530亿个电晶体 配备192G HBM3缓存 记忆体平宽可达5.2T每秒 此外 Infinity Fabric互联平宽可达896G每秒 AMD Instinct计算平台 由8张Instinct MI300X组成 总计有1.5T的HBM3记忆体容量 同时采用OCP开放伺服器平台标准 便于提供V4 NVLink的互联设计 业界认为AMD正尝试复刻EPYC骁龙系列四伏器CPU的成功 该系列自2017年发表以来 如今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25% 并向30%的目标买进 因应AI四伏器需求旺盛 广达资深副总绩云达总经理杨其令10月底指出 其实广达这两年已经扩产很多了 但预估今年AI四伏器有两位数成长 明年还会持续向上 在庞大市场需求下杨其令透露 其实加州Fremont厂最近也想要继续扩产 而德国也要继续扩产 受惠伺服器需求旺盛 广达在美国加州的Fremont厂近年持续扩产 而田大西州Nashville厂区近期也公告 将以7960万美元发包给McClary Construction 承包共三项厂区内的兴建承包案 对此杨其令透露 其实加州Fremont厂最近也想要继续扩产 而德国也要继续扩 这些动作后续会陆续看到 杨其令表示 其实这两年他们已经扩产很多了 但产能还是不够 扩产原因除了伺服器本身产能不够外 主要还是依应AI伺服器需求 因为目前来看 明年广达伺服器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成长 杨其令预估 今年AI伺服器有两位数成长 明年还会向上 明年AI伺服器当然会比今年好 而且是好很多 至于为何不再既有的台湾扩产 杨其令解释 他们现在有些产能往泰国去 当地也有在增加产能 所以其实亚洲有扩产 但是从全球来看 有些当地组装是依应客人需求 要最快速度反应 此外 AMD英特尔皆切入AI晶片市场 试图要挖挥达墙角 杨其令表示 预期2024年会看到一些效应 因为MI300X大概也是明年初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推出来 会让2024年变成AI的一个起始点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